一开始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 不知道咱们民间大爷们都在做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压压腿啊 或者是陈陈金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无意中逛公园 溜着溜着呢 就看着这帮大爷们练得很好 单杠上能做大回环各种动作 腹回环当时特别的羡慕 就这么着跟他们开始学起来了 物行特别好 一下子他就上去了 当时我觉得挺佩服的 说句老实话 连大回环一般的最快最坏的 就是一般棒棒也得练个三个月四个月的 你才能过呢 这小胡等于呢 当天他实际上就已经过大回环了 这我记得特别清楚 你知道吧 一是悟性好 二呢基础好 三体身体素质好 从这样以后呢 他融入我们这里的了 因为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同龄人 所以呢 他觉得我跟老跟一帮老大爷在一起 真的挺不可思议的 他们去聚餐 我觉得年龙段也不相访 所以呢 也很尴尬 就觉得不太好 就不去了 但是呢 每次师傅们特别热情 每次都叫我 我再推辞就不好意思了 去之后呢 就发现呢 跟他们在一起呢 其实没有那么多事 没有那么多隔阂 一喝酒啊 一吃饭啊 已经成为忘年交了 这个老人和孩子啊 是有一定的代沟 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往往是不一样的 可是呢 在公园里头这个练单杠的时候 比如说练这个健身的时候 这个呢 我认为啊 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代沟 真没有什么代沟 因为什么呢 哎 互相之间的互相融合了 互相交流了 哎 老人会这些东西 他想学 哎 年轻人呢 哎 他的身体素质好 他又怎么办 老人呢 又特别羡慕 所以呢 互相之间的这种交流 我们已经很融合很融合了 啊 刘师傅 我是真是看着他一点点 练过这个大维环的 十多年前他就练 啊 到了去年 他刚自己才能做成功 他体重也大 也沉 所以呢 大家一致认为 他都练不过去 呃 但是呢 呃 一直的就这么练啊 努力啊 我练了两年 我每天啊 上健身房 基本上练两个小时 就是猛练 我觉得个 我三万有一天 我能过去 结果我真练过去了 年轻人呢 练一个动作呢 呃 很快 老年人呢 他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这么着有毅力呢 努力的向上啊 我们年轻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我跟小胡接触以后啊 由于他年轻 所以呢 给我带来了一个心理年龄的年轻 我跟他接触这么些年以来 我最大的感受和最大的骄傲 就是我也年轻了 我先走 对 我先走 我先走 就去那边 你走 我先走